屏东恒春在昨天凌晨发生了规模5.9的地震 另外台南南化的泥火山也发生了大喷发 有当地民众很担心这会不会是地震导致泥火山的活动 不过专家表示虽然泥火山的喷发可能的确跟地震有关 但是不能借此来预测地震何时会再发生 滚滚的凌江不断从地底冒出来 台南线南化的泥火山30号发生大喷发 泥江喷发的高度一度高达7公尺 虽然过了一天泥江已经消退 不过地方人士怀疑泥火山的喷发和最近频频发生的地震有关 屏东恒春的西边的外海有一个5.9的地震 那会造成它滚动 我想会这个是提早 提早可能是跟它已经在蓄势待花的状况有关 泥火山的行程是因为地底下的气体甲腕冲出地表 夹杂二地形的泥和水形成泥江喷发的地质其境 而台湾的泥火山多分布在嘉义以南的断层带上 学者认为泥火山的喷发可能和地震有关 但不能借此来预测地震 那泥火山的活动其实只有在地表可能就几百公尺而已 地震跟板块活动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那泥火山反倒是一个比较后端的关系了 所以与其视它为原因还不如视它为结果 深达数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壳变化难以观测 地表的地质活动成为替代的观察指标 国家地震中心在南化泥火山附近埋涉管线 想要找出地底气体的溢站和地震的关联 不过目前没有明确的结论 地震何时发生至今仍无法预测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